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者情绪 这其实是个选美短片 场景很熟悉 因为就在这个美女医师工作的急诊室 艺人陈青达 欧吉亚也曾经这样大闹 第一拳会要去 又第二拳 然后又来补上了一脚 当时好几个医护人员拉都拉不住 还出动包拳 七手八脚 才劝下火气正大的欧吉 美女医师当时不在场 只是要选美这个桥段 哭手一下 到变成了介绍自己的最佳短片 利落短发 白鞋的皮肤 今年才30岁的谢贝尤 医学院毕业在急诊室服务 还曾经到过圣路西亚海外服务 在东加勒比海临近大西洋的岛国 谢贝尤穿上医师服专注的工作 甜美的笑容 独特鲜艳色彩的穿着搭配 看得出很有自己的品味 而这回俏医师要站上的是这个舞台 选拔葡萄公主竞争对手 还有她 右黑的皮肤 来自印度的大学生 跳起传统印度舞 体态轻盈 像是蝴蝶翩翩翅翼 介绍起彰化特产葡萄 更像是个酒注彰化的在地人 哇 美味 坦白说 我真的很喜欢台湾高 跳印度舞的当医师的 遇上了彰化 年度盛世 创意短片比比谁吸睛 女医师对上交换学生 还有这一个个美丽嘉丽 谁会胜出 还狠得说 转眼神文辉 彰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